儿子撞死孕妇逃逸 商人父亲正想办法帮他脱罪 警长要求50万 律师要求100万 顶罪的庸人要求50万 你以为这200万就能摆拼此事吗 不 他最终只花了100万 就让儿子完美脱罪了 这天凌晨 大乡夫妇还在熟睡 儿子突然闯进房间 原来是儿子驾车撞倒孕妇 一时两命并肇事逃逸 律师赶来和大乡商量对策 想出一招惊蝉脱窍的妙计 大乡找来庸人让他帮忙顶罪 就说他醉酒偷走大乡的车 因为害怕被发现才逃逸 并且承诺支付50万的报酬 还为他配最好的律师 庸人同意后 律师开始伪造现场 先是让庸人喝下威士忌 再让他的指纹充满车内 事情准备完毕 律师报了警 不一会儿 警长赶来 听庸人陈述了当时的状况 但感觉有些漏洞 于是他开始检查肇事车辆 让庸人坐到驾驶位 警长立马发现了疑点 从座位高度和后视镜角度推断 肇事者根本不是这个庸人 好在大乡有超能力 搞定了警长 结果律师又来敲竹杠 要求追加50万 这让一旁的庸人听到 除了50万 还要追加一套海景别墅 大乡尽管很肉疼 为了儿子 还是都同意了 众人商量最后的程序 结果又翻车了 警长要求追加3万 大乡说 都给你100万了 还要再付3万 警长一脸懵逼 表示自己根本没拿那么多 原来是律师从中作梗 大乡和警长都被耍了 一气之下 大乡直接摊牌 表示自己不玩了 说着就要拉儿子去自首 这下律师慌了 恳求大乡一定要花钱 救出自己的儿子 最终 大乡表示 他一共只出100万 具体怎么分 你们三人私下解决 三人一番商议后 律师和警长带走了庸人 但刚走出门外 围观的抗议人群中 死者的丈夫冲了出来